近日,美国纽约时报报道,特朗普说美国已为战争做好准备,他的军队却不都那么肯定。 特朗普声称,美国购买了2万亿美元的武器装备,如果伊朗敢袭击美军基地或者任何一个美国人,美军将会毫不犹豫地使用新式武器进行打击。 同时特朗普表示,在中东地区,美国海军可以守住海上战略通道,可以守住海峡,还可以防御弹道导弹袭击。 在那里,美军部署了价值数十亿美元的武器装备,但是为什么美军因为伊朗导弹袭击64人中伤,进了ICU却还不反击呢? 因为美军将领们集体窃战了。 海军中将托马斯·科普曼表示,美国海军就是一个空壳子,美国海军部次长珍妮·戴维森说,美国海军缺乏战舰,更加缺乏训练有素的高速制水手。 海军中将约瑟夫·奥库安表示,第七舰队现在11艘军舰只有两艘完成了正常维修,而且因为种种恶劣情况,现在训练程度只有64%。 还有其他美军将领表示,因为伊拉克战争和阿富汗战争,现在美军各个兵种的战备水平都非常低。 美国传统基金会在其发布的《2019年度美国军力指数》报告中明确指出,美国军队如果按照现在的部署情况,最起码需要陆军有50个旅,海军有400艘军舰和624架战机,空军需要1200架飞机,海军陆战队则需要36个远征营级战斗单位。 但是现在,美国陆军只有31个旅,海军只有282艘军舰,结果就是长期部署得不到轮换、培训和休息,武器装备也都是超强使用,缺乏维护保养,美国陆军只有8个旅处于战备状态,其他都在世界各地疲于奔命。 而海军和空军也同样如此,在热点地区的急剧增长的任务可以说是疲于奔命,根本没有时间进行其他各种针对性训练。 美国媒体甚至得出结论,以现有的海运能力,美军将难以抗击俄军。 美军提出的目标就是在一年之内,将美国空军的四种主要的战斗机,F-22、F-35、F-16和F-A-18的妥善率提升到80%以上。 根据美国空军今年年初的报告,美国空军2017年战机的妥善率平均为71.3%。 虽然比起海湾战争的时候,92%的高峰还有不少的差距, 但是,要想真达到80%的妥善率也是非常困难的。 新飞机刚装备大家都不熟悉,在维护保养上有缺陷,而且缺乏零部件,因此故障率很高,特别是维修非常困难。 而服役时间长的飞机确实维护数量了,零部件也多。 但是因为部署区域太大,经常调动,也会存在拆东墙补西墙的情况,导致妥善率下降。 另外,美国媒体认为,特朗普最大的错误就是过度强调武器,而没有关注到操作武器的人。 现在,美国71%的年轻男性存在过度肥胖的情况,征兵条件非常不好, 而且,有经验、熟悉信息化设备和外语的事关更是越来越少。 美军米切尔·莫里表示,在太平洋作战地域,到处都在喊,今晚投入作战的口号,但我们缺乏所需的人力、训练和装备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